价值7.5亿美元的常委夹 你有没有见过 今天就让你来见见 XB70女武神是一架巡航速度3马赫 飞行高度2万米的 终极高空高速有人驾驶战略轰炸机 虽然后来由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 和新型地空导弹的威胁 这个超级费钱的计划最终被取消了 但是出于测试目的 美国空军还是向北美航空采购了两架 编为AV-1和AV-2 这个飞机虽然卖的贵 但是可靠性却远远配不上花出去的钱 尤其是在起落架上 1966年4月30日 AV-2从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 执行它的第37次飞行任务 结果就在起飞后 不久飞行员准备将起落架收回舱内时 回收系统却突然出现了短路 不受控制的前起落架 被风猛的吹向半开中的舱门 不仅将舱门撞得变了形 自己的轮胎也被划破了 飞行员赶紧尝试启动压系统 来重新放下前起落架 但是却发现液压系统也黄了 这倒霉吹的 看来只能用备用电源了 不过贝贝算我说早了 备用电力系统也崩了 于是无奈之下 飞行员只好尝试了 所谓的触地复飞的危险操作 希望能通过在后轮猛的着地时 磕的那一下 把前起落架给磕出来 但显然它们没有成功 所以看起来 弹射契机成了唯一的选择 不过既然油箱里面 还剩了很多的油 那就干脆在基地上空 继续盘旋一阵 说不定地面上的工程师们 还能想出点啥办法呢 果然两个小时以后 好消息传了上来 备用电力系统的故障原因 找到了 飞行员只要能让 相应的断路器短路一下 就能让它恢复了 不过奇葩的XB70上 居然不带通常飞机上 都有的机载工具包 那飞行员能用什么 来短路设备呢 他们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旁 发现只有一搭 夹着的飞行计划和笔记了 诶 夹子 对了 长尾夹正好是金属的 而且正好还有两根脚 就试试它吧 在戴上手套 捏着中间 小心翼翼地 将它伸进断路器里面后呢 啪的一声 备用系统果然重新启动了 前起落架放了下来 于是他们终于得以 以173节的速度着陆了 尽管没有恢复的压系统 暴死了四个后轮制动中的三个 让轮子在摩擦下 猛烈地燃烧了起来 但是整家飞机 还是被成功救了下来 你说这个长尾夹 是不是值7.5个亿呢